那现在其实我们在谈到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要看看 其实刚才你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 现在整个的疫情的数据是往下降的 那在美国其实有一个顶级传染病学家 他叫奥斯特霍尔姆 他有讲到就是说 英国变种病毒到春天恐怕会来到 那疫情可能会像五级的飓风一样再起 那还有这个美国FDA的全局长也讲到说 要警惕第四波的疫情 就是说也警告就是说 现在美国疫情下降很可能是暴风雨前的瓶颈 您来顾虑为什么这几位专家他们会这样说呢 是表面上这个病毒 这个引起的每日新增的病例 确实是在平稳下降 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下降的这个背后 那这个病毒跟以前的那个病毒已经不一样了 是 所以这个而且这个病毒的变种 一直在静悄悄的在进行着 我们现在监测到的是冰山上的一个角 那冰山底下我们来看一看 所以请导播 就是我们有一个NAS的Strain这么一个数据库 原来是用来监测流感的 现在就是很多也用来监测很多的流行病 包括新冠的病毒 我们可以看到 请导播放一下这个 对 这是这个数据库的这个进化数的这个演化图 请大家我们来关注下面的这个方块 这个流线图 这个流线图非常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最左边 就是去年的一月份 这个每一个色块代表一个进化枝 就是去年刚流行的时候 这个进化枝是这种深蓝色的这个 然后我们现在在看到右边 右边的最右边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病毒的这个变种的分布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11月份开始 已经静悄悄的出现了一个橘色的深橘色的还有浅橘色的三个 其实我们现在最有代表性的中间那个最大块的是英国变种 就是V1结尾的那个 它占全球的这个科学家能够检测到的所有的这个分析过 能够分析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病毒的26% 然后南非的变种在这个中间那个块的上面那个块是6% 然后还有下面的巴西的变种6% 这一些这三个变种不能够小视 为什么呢 它的传播力比起去年的那个深蓝色的增强了至少是10倍 去年在9月份就已经有一个5到10倍的增强 然后到了今年的1月份又是一个50%左右的一个再增强 那所以至少是10倍吧 咱们就保守一点10到10倍甚至10倍以上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好比这是敌军来了 去年放的是一些触及部队就是先头部队 那今年放的是重兵重武器重机枪都出来了 这是大兵出境了 我们千万不要小视了他们 对 因为它传播力大 而且它英国变种它还有降低我们的干扰数的产生能力 降低我们的免疫力的这种作用 还有这个南非变种它能逃脱我们现在的疫苗 所以这新来的这个病毒非常的可怕 不光是传播力强 致病性也增强 病死率增加了30% 英国的变种 那其他的变种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 没错 其实在美国白宫就是COVID-19的一个高级顾问 他叫斯拉维特他讲出 如果说这个其他国家像您刚刚有提到 病毒都是好像悄悄的隐形的开始扩散 而且他说病毒是指数型的增长 那疫苗是线性的增长 这是它的危险的地方 不过他们增长 所以我想了解 就是说他们增长不是一个级别吗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这个病毒它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万物的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意思 比方说一个病毒它钻到细胞里去 它复制处十个了 这十个分别 哪个又能复制十个 所以就是一个十乘十乘十 就请导播打一下这张图 这个红色的这个就是病毒的复制的曲线 指数增长 什么意思呢 它在开始潜伏的时候 它是静悄悄的 等到它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直线的上升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英国 在去年出现这个第三波变种的这个波形的时候 它就是这么一个指数的增长的 还有南非 巴西 大部分变种病毒引起的这个早期的增长 都是指数级的 就是很陡峭的上升 飙升 那疫苗是什么概念呢 疫苗它不是 它是这样的 疫苗比方说我一天我只有这么多医护人员 我只有这么多疫苗的供应 那我一天我假设我一天最多能打一千个病 给一千个人打疫苗 那我一天打一千 两天打两千 四天打四千 所以这是一个一千加一千加一千的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疫苗的被保护的人群 就是一个线性的增长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个巨大的落差 这病毒在复制的这么快速 那我们的疫苗这个效果实际上是一个 是一个被局限的这么一个 这个 这么一个保护力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个差距 所以不能光靠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我们自己 是 那其实我们提到就是说现在 您刚刚也有讲到我们现在疫情其实下降 那专家也是提醒我们说不要送一口气 所以我想了解说为什么现在疫情的下降 它有什么潜在的一个原因呢 疫情的这个表面的下降 主要是因为大家在这个上升的高峰期 大家每个国家都采取了 都把自己的封锁呀 这个封城呀 这些措施上升到了最严格 比方说英国 上升到了最严格 而且日本呀 还有这个澳大利亚 很多国家都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封锁 包括禁非呀 国家之间都停了呀 包括几个主要变种驱动的国家 都受到大家的一个 一个隐秘的一个控制的这个接触 所以这个呢 在公共卫生措施方面 戴口罩大家也升级了 这个社交隔离也 社交距离也升级了 那这些公共卫生措施确实是 能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可能是现在的这个疫情 这个累日新增案例 有下降的一个直接的 一个最表面的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 但是呢 说我们不能松一口气呢 主要就是因为 你要看到它下降的背后 它潜伏的那些病毒的种类 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普通的病了 那现在已经是重病 而且有重型武器 所以我们不可小事 而且我们警惕这个 只要有这个病毒变种还在 只要它还在复制 还在更新 还在每日还有新病例 我们就不能松一口 就不能松气 是 没错 我觉得其实专家也是提醒的 非常的重要 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周边的人也说 现在数据下降 大家好像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但是其实专家的提醒也是有道理 就是我们其实不要 我们可以觉得很好 现在数据有下降了 但是绝对不要放松 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一些防护 或提高我们自己的免疫 这是很关键的 最近就是其实在英国首相 他有提出来这个观点 就是新冠病毒可能会流感化 和人类长存 那这个部分引起很多专家的讨论 我想请教董博士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 是两种不同的病毒 他们引起的这个病是非常不同的 不可完全不同性质的病 我们从几个大的方面来看一下 这两个病的主要的区别 首先我们知道 流感病毒最早爆发是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我们人类从认识这个病毒 到现在有100多年了 然后新冠病毒我们认识是去年 可以说全世界认识它 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那这个流感病毒呢 它是一个 它具有一个季节性 它一般的情况 它一般的情况是一个季节性的流感 除非那种大流行那是特例 那我们现在就讲一讲季节性的这个流感 它一般来说 它的重症率 它的重症率是千分之五左右 也就是1000个人里头 有五个人可能是发展成重症 那其他的人也就是说 1000个人里头的995个人 一般都是轻中型的 这些人是病程是两周之内 一般就痊愈了的 那就是重症人需要人关注 那新冠病毒就不是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它的重症率是15% 然后微重病 微重率 这个是单分出来的一类 不在重症内 所以微重症的这个比例是5%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重症 微重症加起来是20%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新冠病毒有1亿人 1亿人 那我们这就是2000万人的重症 微重症 对我们的这个医疗系统 是什么样的一个打击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待会儿再想 再来分析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大的 一个大的一个 非常根本的一个不同 另外这就是 就是说 回到刚才的那张图 就是说流感病毒 它的死亡率呢 还是比较低的 尽管 对 它只有万分之五的 这么一个死亡率 而新冠病毒的死亡率 目前的一个全球的统计 是3% 那比这个流感病毒 高了至少几十倍 甚至接近百倍的 这么一个概念 是 所以从这个大面来看 对人群的影响力 是完全不是一个 量级的一个病 是 然后再请 那新冠病毒 它会有这种流感化的趋势吗 这个流感化的趋势 这个是这样的 现在有很多 能不能把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 一些误解 我在讲这个流感化的趋势之前 我还是先把这个 他们两二者之间的这个区别 讲得再清楚一点 好的 这样就可能能够澄清一些 基本的概念性的一个区别 那这个刚才说到的是一个大的 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趋势 那这就说流感呢 它主要是一些儿童 是一个主要的感染者 所以它主要传播是个儿童 然后新冠病毒呢 它主要是成人 或者是老年人 还有无症状的感染者来传播 那流感呢 它也是主要是飞沫呀 空气呀 这种去传播 新冠病毒呢 它的传播方式就是多种各样的 包括空气 飞沫 气溶胶啊 还有接触啊 还有分口途径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途径 那流感呢 是一个季节性 秋冬季比较多 然后人们有准备 然后那个在每年的 大概春季的时候 人们就可以根据这个 因为已经跟它研究了一百多年嘛 所以每年的年初就可以 根据这个病毒的这个走向 它的这个基因的变化 来研究出 预测出当年秋冬季 可能会流行的这个毒株 做出一个疫苗 然后在秋冬季爆发之前 就可以来用来保护人群 这个疫苗的保护效果 还是相当不错的 有年轻人是70%到90%的保护率 那老年人也有50%左右的保护率 而且它也比较安全 所以这是人们对流感这个应对呢 可以说是很有经验 而且胸有成竹 所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 对公共卫生系统 对医院啊 医疗系统都不是一个问题 可是新冠呢 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它是一个新发的疾病 我们对它的认识 还处在一个不断地学习的阶段 然后疫苗的研发也在积累数据和经验之中 各方面都在摸索 那他们两个病的这个刚才说到 这个病的这个病的这个性质也非常不同 流感主要是一个上呼吸道 对就是咱们的鼻啊口啊 还有烟啊还有气管这些比较靠上 所以它主要出现的是一个咳嗽啊 喷嚏啊流鼻涕啊 这种上呼吸道的卡榻的症状 然后新冠病毒 它主要攻击的是下呼吸道 肺部啊 脂气管 细脂气管肺部 那它主要出现的是一个肺部的 一个坚持性的一个食变 正因为它主要攻击下呼吸道 所以它容易引起人的这个 这个呼吸的困难 所谓RDS 就是说急性呼吸肿破肿口症 这是导致新冠病毒引起的病人死亡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流感呢 它主要是一个激发性的肺炎 这个人们还是比较容易去应对的 另外新冠病毒对人体的这个攻击 也是全方位的 包括心满脑啊 神经肌肉 这是方方面面 全方位的打击 可以引起多器官的功能率节 败血症啊 还有就是细胞兵质风暴 这些都是导致这个疾病 非常难以救治的多种因素所在 所以新冠病毒总而言之 他的疾病这个人群数量 感染人数众多 重症慢 重症 微重症的这个激素庞大 所以呢 咱们的医疗系统就是不堪重负 流感是一个来得快去得快 急性化 痊愈之后不留后遗症的 这么一个好治疗的这个病 所以我首先就是把他们两个的这个区别 主要的来解释一下 那现在了解到就是说 因为流感跟这个新冠病毒 其实都有致死率的问题 那这两个致死率分别是多少 可不可以跟请就是董博士来 再我们详细的解说一下 流感的致死率是千分之五吧 大概是千分之五 然后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是百分之三 所以这是一个至少是流感的几十倍 到接近一百倍的这个概念 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您觉得有可能就说 就像英国首相说 有可能是朝向就是说 现在新冠病毒有可能朝向未来 也变成像流感一样的趋势 会朝这个方向去走吗 这个病毒现在是在不停的变异 他所说的朝向流感化的 主要是从病毒变异的这个角度来讲的 意思就是说 那我们每年都来做疫苗 这个病就能够保护好 然后我们也不用怕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 我们现在第一波的疫苗 对这第一波 在现在的第一年第二年的这个仿制 我们现在要解决现在的 这个目前的棘手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一波能不能平稳的度过 而且关键就是这两个病 新冠病毒对人的打击 不像这个流感病毒那么简单 是吧 就刚才我说的流感来得快去得快 它就是一个感冒 但是它比较重的 相当于一个比较重的感冒 然后它住院的人数是很少的 然后我们的现在的医疗系统 完全可以接纳这些冬季的这些重症的流感的病人 而新冠病人他有庞大的这个重症 危重症这些人两千万呢 这么多人要上呼吸机啊 要住ICU啊 然后这么多人哪有那么多 我们全世界哪有那么多呼吸机啊 供不应求 那机器你现在先去造机器来不及啊 所以这个机器制造商拼命的造 最多有着增加30%到50%的产能 根本造不出原来多10倍 20倍的这种需求的这个呼吸机来啊 所以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医疗系统给打垮了 去年我看过就是美国的一个医生 在推特上发的他的一个视频 他就给大家做算术题 就计算美国当年有多少危重病人 重病人需要上呼吸机 需要住ICU的这个数字 然后根据这个数字算出来 就是说美国当时的 也就是现在估计也是这样的情况 当时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呼吸科的医生啊 重症ICU的医生每天都在做选择题 什么意思呢 50个重症危重症的病人 等着上呼吸机 可是只有一台呼吸机 能够分配给这50个人 那他们怎么办呢 就选一个比较年轻一点的 比较有希望救过来的 就给这一个人去上这个呼吸机 那作为医生啊 这是最大的无奈啊 非常痛苦的 眼睁睁的看着这么多人 没有办法救治 在那就是因为医疗资源的不够 导致没有办法去救治 这可是医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要命的就是这几千万 重症危重症 不在于我 你想来得快去得快 我根本新冠是不可能来得快去得快的 可是说到这里 有这个我们知道现在的数据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新冠感染者 他其实是无症状的 所以这个比例上是不是 您怎么看待呢 这些无症状的人 我们现在就是说 他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他真正的就是无症状 他的免疫系统非常强大 那个病毒来了一下 就跟 咱们就打个比方 就跟007 人们都在睡觉的时候 007一夜就把一个坏蛋给干掉了 那我们白天 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照常工作 这个社会次序一点都没受影响 这就是真正的无症状感染者 这是我们大家最高兴的 那其实我们 就说不在于这些无症状感染 要命的就是那个重症 微重症 百分之二十的 怎么去 这是我们整个社会最需要救治的人 那这些人 他们到哪里去治啊 去哪里就有那么多病房 有那么多医生吗 有那么多呼吸机吗 能够救得回来吗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我想其实从 今年开始第二波的 应该算去年第二波开始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各国都传出 这个医院负荷是过量的这个消息 那但是新冠的这个无症状感染者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可是有引起一些专家的警惕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的 他的无症状感染者 他就是说他带着病毒 他到处走 他没有症状 然后他的病毒又在体内复制的话 那就会成为一个流动的传染源 所以这就是让专家最为警惕的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无症状感染者其实分两种 第一种就是那种免疫系统功能 很健全 他真正的就是很能够短平快的 就是把这个病毒给消灭了 那这种人是 其实是健康 就是说他 就是说跟这个病毒打了一场很快的肾脏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大概是最近的几份研究 都是表明这部分人占20%到30%这个样子 那还有第二种无症状感染者 这种人是最让我担心的 这种人他实际上他免疫系统功能有问题 就所谓的免疫的监视 这个防暴系统有问题 就是说这么多病毒进来了 在身体里面复制了 把他的肺甚至都给损坏掉了 几分 三分之一 把大脑也给攻击了 还有心脏 很多地方都被这个病毒攻击了 可是他居然没有预警 我们要知道症状实际上 在友谊方面是来保护我们的 我们人有症状并不是个 绝对的是个坏事 有症状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身体哪里出问题了 我们要爱护自己 要去看医生了 要提醒自己 要保护自己了 但是那种没症状的 但是实际上他 他当时没症状 实际上他并不等于他没有病变 他的病毒 还有病毒里面反复的复制 造成伤害 等到他的症状 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走在街上去买东西 突然一下子 心肺功能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很弱的极点的时候 或者大脑被攻击到 生命中枢的时候 可能走在路上 突然一下子倒地了 这才是让人最担心的 这医生们最担心的是 这一类免疫系统功能 不是很健全 所谓的实际上是真正病毒在不断地侵袭你 但是你却表现上却没有症状 是一种无症状 或者叫暂时的无症状 它最终是一种 是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短暂的临近 实际上是这个病还很严重 所以这个无症状感染者 也确实是值得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旦你发现真的身体有不舒适的地方 一定要记得 尤其在大流行期间 赶快去就医 音乐 音乐 都系列